因為昨天不是告訴大家嗎 又再新增了一例新冠肺炎的 境外移入的病例 就是這一名案943非疾男子 而現在出現的狀況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發現說 台南是不是某一棟大樓 我們都講說某什麼嘛 這次出現的是台南的某大樓 現在是不是警戒狀態啊 因為他們貼出了一張粉紅色的公告 我們可以看到呢 就公告上面就寫說 本大樓20樓有境外飛機人員 2月3號的時候來台工作 那麼呢首搭計前3天的檢驗陰性報告 入境之後在防疫旅館檢測呢 其實是沒有症狀的 那麼後來自費採檢居然又確診了 所以我們看到呢 往往這一些案例出現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 它其實是有拿著陰性證明來入境的 可是入境之後呢 後來才又確診 這一來呢有可能是在過程當中 有什麼需要再補強的地方 不然這樣子怎麼是導致 屢次的漏洞出現呢 再來就是說呢 現在是不是潛伏期 到他呢真的可以被檢驗出來的期間 是不是又在拉長了 這個新冠疫情的變化 是不是又再出現了 這個是我們值得去思考看看 而且要進一步的來討論 而且要追蹤下去 是不是有類似的狀況出現啊 而現在呢也因為暗943的 這一名飛行男子呢 所以現在有15人接觸 他們都是要列為居家隔離的對象 那麼其實剛剛就有講到 公告上面就寫得很清楚啦 2月初拿著陰性報告入境 然後呢也沒有症狀啊 但是呢是因為檢疫期滿 自費採檢 這才又確診了 所以呢必須要隔離框列出來的 我們列出來15個人 是必須要居家隔離的 那麼這一次的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個案確診 再次凸顯了 我們的檢疫制度是不是有很大的漏洞啊 雖然專家不斷地呼籲說入境應該要普篩啊 但指揮中心呢 還是堅持用原來的方式 那這樣子會不會導致反效果呢 機場入境旅客來來往往過篩檢站 沒有發燒不代表沒有風險 國內新增一例境外移入個案 而且又是隔離期滿自費篩檢才被發現 2月18號檢疫期滿 那公司的要求同日至醫院自費裁檢 那因為檢出COVID-19的陽性 那今日確診 證明確診的個案是案943 今年2月3號來臺工作 持有檢驗陰性報告 2月18號檢疫期滿 因為公司要求到醫院自費裁檢 20號確診 個案接觸26個人 其中15個人跟個案接觸的時間比較久 列居家隔離 其餘11個人因為接觸的時間比較短 而且有佩戴口罩 列自主健康管理 這又是一例自費篩檢才驗出的個案 專家不斷建議入境普篩 指揮中心不做任何調整 要到雇主不放心 才給他檢驗 才會出來陽性 萬一這個雇主放心 那這個病例不就到我們的社區去了嗎 所以這個是政府不負責任 純心在吃這個雇主豆腐的一個做法 這個是真的是不是很厚道了 隔離期滿自費檢出的案例 連環報 每次都報出了才疫調匡列 專家痛批政府不負責任 不逃醫院慘痛的經驗 看來教訓的還不夠 記者路易鴻 王一仲 台北報導 好 我看到現在網友正是對於疫情方面 都有很大的關注 像樂琪就講說 入境的時候沒有採檢 你只是靠著這個陰性報告 見名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風險存在呢 還有呢 游志祥你是不是台南遠 因為他覺得好像有點憂心 還有看到很多人都對於說 現在的疫情防護的一些流程啦 或是說我們現在訂定的規則 是不是還可能存在一些漏洞 希望可以消除更多的疑慮呢 老周圍就說了啊 還真的是防疫有成啊 非常的嘲諷 還有EEDORA 就講說呢 說好的透明公開呢 到底在哪裡 不過我們來看看 日本現在的狀況怎麼樣呢 日本在17號的時候 開打了新冠疫苗 那麼首批針對了 4萬名醫護人員來接種 昨天傳出第一起疑似副作用的個案 而根據了NHK的報導 富山縣的這一名接種者 在施打了輝瑞 還有BNT聯手開發的疫苗之後 出現了血麻疹的症狀 而後生勞動省表示說 會密切來關注個案後續的發展 同時也要提醒接種者 在施打疫苗之後呢 必須要留在現場 至少觀察15分鐘的時間 官方就說了 如果有人新冠疫苗接種之後 因為出現副作用而導致死亡 這個家屬是可以獲得 4420萬元的日元 價格約是 折合新台幣 1188萬元的賠償金 我們看到呢 自從現在我們講說呢 20萬劑的AZ疫苗 預估在這個星期就要來抵台了 而我們呢 這個分配購得的 首批AZ疫苗抵台之後呢 食藥署其實昨天就已經通過了 AZ疫苗 包含在德國 韓國 還有義大利三場的 緊急授權許可 所以最快最快 什麼時候可以打到疫苗呢 預計是在3月份的時候 而且對象是優先提供給 醫護人員來進行施打 那對於最近歐洲方面呢 部分的國家醫護人員 在接種AZ疫苗之後 開始出現頭痛啦 發燒啦等等的副作用 會擔心說會不會反而去影響了 醫療人力呢 所以現在決定恐怕是要降緩來施打的 而張留情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陳時中就說了 還需要再來觀察一下 現階段呢 還是依循著世衛組織原本的 進行的接種計劃 不過呢還是會了解一下 國外的相關政策啦 還有數據啦 會是怎麼樣的呢 再來去安排 接下來任何採取的措施 其實都有可能的 而目前呢 包含了這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所配送的AZ疫苗 在書台之後呢 我們看到是還需要進行 相關的檢驗啦 書面審查等等的 所以說呢 這最快可以看到 7天時間可以搞定 但最慢 還得再拖過40天的時間 也就是還得要超過一個月囉 所以說呢 從剛剛講到的20萬劑 最快馬上3月份的時候 醫護人員先來施打 那麼一般國人 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恐怕看來 還是得繼續再等等了 所以呢 我們看到剛剛講到了 醫護人員優先施打嘛 但是呢 國內有多少醫護人員 大概是33萬 那麼呢 預計是有三分之一的人 可以優先來接種 可是優先接種完呢 我們為什麼一再的強調說 覆蓋率不足 因為以目前 我們如果說全部到位 我們想要引進的 如果全部到位 還不是說現在第一批就夠了 絕對不夠的 所以說即便我們預設的全部 每一批 然後呢 數量這些都到位 以目前來換算的話 覆蓋率一直在講說是六成嘛 但是專家一直說呢 至少要超過百分之百以上 才是足夠的嘛 你這個疫苗的劑量 數量呢 必須要超過國人所 實際的人數嘛 但現在看起來根本就沒辦法 所以說呢 現在這些問題都還是代解難題了 而另外有個最新消息 要告訴各位 是根據外媒報導 在法國還有瑞典的醫護人員 在施打了阿斯特捷利康 也就是AZ疫苗之後 也就是出現了頭痛發燒 這些等等的症狀 導致第一線工作人員請假 反而影響了醫療的能量 所以現在決定要暫停施打了 而外界也擔心說 我國醫護人員 如果打了AZ疫苗之後 會不會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呢 所以專家就建議說 先打一批試試看 打一部分的醫護人員 如果真的出現 很多人都不適應的話 可以在打完疫苗之後 趕快的來吃退燒藥 希望可以來緩解症狀 而現在食藥署呢 在20號的時候 核准了AZ疫苗緊急的使用授權嘛 假如說月底COVAX的首播配送的 20萬劑疫苗呢 如果真的如期的抵台之後呢 台灣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最快3月份的時候 就可以接種新冠肺炎的疫苗了 不過歐洲啦 還有很多的國家 我們看到呢 剛剛陸陸續續告訴大家的 醫護人員在接種了AZ疫苗之後呢 開始出現了身體不是等等的症狀 反而告假了 所以剛剛講到的就是 包含了法國還有瑞典呢 他們都必須要先來暫緩施打AZ疫苗 那這樣子會不會影響 台灣AZ疫苗的開打計畫呢 以目前來說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呢 就說不打算來暫緩啦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急得很了 如果你現在還突然轉彎 說要暫緩施打 那大家不就引起大家的名分了嗎 現在呢 還是會持續來監測各國的狀況 所以呢 我們該如何做事好呢 這也得持續的來看 持續的來做應變處理 戴著手套穿著實驗衣 研究室人員將藥劑推進針筒 COVAX首波配送二十萬劑疫苗給台灣 二十號食藥署也正式通過緊急授權 今天早上FDA的會議裡面 也通過了這一劑疫苗的緊急授權 那當然後續還有其他相關的行政工作要做 緊急授權通過食藥署公佈 由韓國 德國 義大利生產的AZ疫苗可以輸出到台灣 如果抵臺時隨疫苗附上檢驗證明 最快七天就可以開打 反之如果需要由食藥署 從頭自行檢驗就需要花費四十天時間 AZ疫苗到底是不是能打 當然要到 要到的時間嘛 那我們希望大概現在聯絡 他們把相關的書面的資料要準備完全 這樣才會快 假如AZ疫苗如期在二月底到貨 台灣最快三月就可以開打 電方也目前全球接種AZ疫苗國家 法國跟瑞典 因為多名第一線醫護接種AZ疫苗後 出現發燒 頭痛等症狀 因而告詐 政府衛生單位 已經要求暫緩施打 南非則是因為AZ疫苗對接連出現的 南非變種病毒株 防疫能力不佳也停止施打 北歐國家 挪威 丹麥 亞洲地區國家 韓國 則是因為開打後發現 六十五歲以上民眾接種 AZ疫苗後保護力不佳 因此也要求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暫緩施打 不過AZ疫苗產地英國 施打人數最多 但卻沒有出現異狀 相關的數目並不夠多 那也許不良反應事件 可能還需要做一些區隔 所以目前我們的政策上 仍然依循著WHO 在二月十號所公佈的十八歲以上 還有南非變種病毒 皆可適用 這樣的原則來做 但是我們會持續注意 國外相關的一些政策 跟相關的一些數據 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強調 因為AZ疫苗接種人數最多的英國 並沒有出現不正常的嚴重不良反應 會密切監測數據 隨時調整 如果開打後 台灣真的出現比較嚴重狀況 將不排除停止失大 接著下一個專門 歡迎收看台北報導